新北市一所国小汪姓南老师去年暑假期间邀约一名他曾叫过的12岁男童到他住处过夜,在趁男童睡觉时伸狼爪猥蜉下体,男童贺德不敢反抗,假装熟睡,回家才告诉妈妈并报警带狼失。 去年8月汪南被医对未满14岁男子猥亵罪起诉,但是临地院沈卓汪南已道歉赔偿,且年纪上轻无前科,仅轻判他8月徒刑,缓刑三年,判决指出,去年6月底放暑假时,汪南邀约10年仅12岁的被害男童至他住处游玩并留宿,被害男童与令明男童应邀前往,但令明男童7月1日下午就先行返家, 被害男童则在7月1日晚上继续睡在汪南家,没想到7月2日凌晨40许,汪南竟脱下男童裤子猥蜉下体,男童虽惊醒但不敢反抗,只能继续装睡,天亮后返家才向母亲吐露案情,汪南到案后坦诚犯行,向被害男童及男童父母表示歉意, 检查官参着汪南自白及被害男童陈述,认定汪南犯刑属实,还痛批他利用曾为被害男童老师的身份,对于应该监督、辅助、照顾的未满14岁儿童不尽教养、教育义务,反而为逞私欲而仗势猥蜉男童, 一对未满14岁男子猥蜉罪将他提起公诉,法官认为,汪南身为被害男童三、四年级时的班导师,竟然罔顾伦常,明知男童年幼,心智发育尚未健全,仅因无法自治个人性欲,就对男童做出猥蜉犯行,对男童人格身心发展影响甚至,因此判他8月徒刑,但法官另认为,汪南年纪尚轻,没有前科,现已从任教学校离职待业中, 犯后坦诚犯行并主动透过通讯软体向男童及其父母道歉,甚有悔悟之意,愿以赔偿男童父母达成和解,仅因一时思虑欠周处罚,并以之所警惕,没必要入肩服刑,因此宣告缓刑三年,缓刑期间付保护管束,可上诉,李亦伟,台北报道更多新闻,请看苹果陪审团粉丝团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,不注册会后悔, 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杠-tw.adai.ly-ml924upcsu下载苹果新闻网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